近期,台湾一位中学教师欧贵之炮轰台湾教育课纲去中国化的视频在两岸都有很高的浏览量 这位教师指出,台湾过去二十多年的所谓教改始终在去中国化幽灵原则指导下进行 现行语门教材大量删减文言文,根本是无耻的课纲 包括马英九在内的岛内各方人士呼应此说法 对此朱凤莲也做出了回应 我看到了这个视频,我也看到了岛内很多人士都给予呼应 欧老师实际上是说出了岛内很多老师,很多家长,很多专家学者的心里话 发出了正义之声 民进党当局无所不用企及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 妄图割断两岸的文化连结,蒙蔽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人 造成台湾青年一代历史记忆混淆和国家认同扭曲 一害无穷,台湾各界的抗议抨击声音从来没有断过 必须指出任何去中国化的行径都改变不了深植于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割裂不了两岸的历史连结和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 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鼠点忘卒,必将遭到两岸同胞更强力的反对 嗯 嗯 感谢观看